那你那時候的你 你那個國民黨是爛到骨子裡了嗎 還是怎麼樣你才出來幹新黨 那個時候李登輝是黨主席嘛 所以你是不爽李神輝 我沒有不爽他個人 他個人覺得對我不錯 但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嘛 對不對 國民黨怎麼把黑金白金搞來的 國民黨什麼時候被他講黑金 就那個時候嘛 把很多地方派系啊什麼都搞到立法院嘛 然後 然後 也縱容 縱容很多財團去破壞台灣的環境嘛 開高爾夫球場啦 破壞水源啦等等嘛 所以我就跟他講我說這樣不對啦 就說 不可以這樣子的 我甚至 在總統府他叫我去報告 我說你是基督徒對不對 聖先有一句話 人若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麼益處呢 我說我把它改一下總統 台灣如果賺得全世界 賠上自己的環境 又有什麼益處呢 很生氣 但是有沒有道理 有啊 你不能為了經濟把台灣環境都破壞掉 所以那個時候我抓 抓那個污染工廠 整治空氣整治 整治核酸是很嚴格的 那也就是說 當你一個總統 你縱容黑金 甚至呢你 甚至來挑撥省級 來增加你的這個控制 我不喜歡 所以說 由趙大哥這段話 我們可以得知 在 那個時候大概是民國幾年 那個時候大概民國八十 八十年八十年 所以那時候是很糟糕的一個年代 對 我覺得 就是說黑金會上來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是 所以國民黨那時候你看不下去才 通理新黨 那我們再快速的錄一下 那為什麼到後面 到最近 怎麼知道去年嘛 國民黨把你請回來嘛 也沒有 也沒有請回來了 那你為什麼 既然國民黨 既然離開了 你既然他那麼爛 那你為什麼要回來國民黨呢 你是要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離開很久了啦 後來就去從事媒體嘛 從事媒體我也 也不是新黨黨員也不是國民黨 我是五黨 是 那後來 我是覺得 有時候一個環境越不好可能 越需要你 環境很好的時候其實不需要你 我離開新黨的時候我 創立新黨我離開新黨的時候 我 服選了21個立委46個國大代表 我離開新黨的時候新黨黨庫流 三四千萬的 存款在那個時候 我就離開就離開了 我做媒體了 所以是交給人家的 我交給人家 我市長選輸了嘛 市長選輸了我覺得我要從事媒體工作了 我已經選過兩次市議員三次立委 一次市長我覺得夠了 那最近我實在是看到民進黨把台灣搞得 這樣搞下去不好 所以是認為民進黨這樣所以你才回來國民黨 是就是我覺得民進黨繼續幹下去 對台灣是不好的 國民黨現在也是 你也知道 瘋煙士氣 自己打自己打血流成河 那 好像你也被打你也打人家 可是你說你要回來是要幹民進黨 這一點我當然嘛 人家幹略略幹人家在野啊 可是 你回來 他們 你們現在已經是自己把自己都打到足跡整室 也不是 回來要幹民進黨 政黨比較 大家 比賽啦 上這咖喉嘛 本來就是這樣 誰好 誰做不好誰下台 誰最好誰上來 政黨輪體本來就是這個意思嘛 那國民黨當然有 有自己的問題啦 國民黨有自己的問題 那 你剛剛最近桃園就搞了 是 就我們下一段 今天還很多問我說 怎麼 好好的怎麼搞成這樣子 沒有問題我就不用回來了 所以你是想要帶著 你是想要去 我們這樣講好了啦 除非民進黨是因為 你是想要改變國民黨 是這個意思嗎 我希望啊 那你覺得怎麼改變 你要怎麼改變 第一個 第一個你 一個政黨你為什麼要組成一個政黨 是 你真的要感動人民嘛 嗯哼 你的主張 真的要為全民的 全民的利益嘛 你的主張要為台灣好嘛 你所有的事情都要從台灣的利益來出發嘛 嗯哼 那 一個政黨必須要做到這一點 那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老百姓就不會被你感動 老百姓就不會支持你 嗯哼 那這是一個 第二個 國民黨不管怎樣 他還有三十幾個立委 是啦 十幾個縣市長 影響力還是 他還是最大的在野黨 對不對所以 你國民黨還是要發揮戰鬥力 所以為什麼說要組成戰鬥力 還是要有戰鬥力嘛 你在野黨本來就要有戰鬥力嘛 你才能制衡執政黨 民主就是 民主要制衡 他的口號只有一個啊 民主要制衡 制衡靠黨外 所以 民進黨那時候人不多啊 50幾個議員民進黨只有8個 後來我到立法院300多個立委 200多個老的了 民進黨也只有幾個啊 但是力量很大 我人少沒關係嘛 我能夠發揮力量 我言論能夠坑腔有力 言論能夠質地有聲 我照樣能夠影響 所以 國民黨雖然民進黨看起來喔 資源很多 資源都是他 執政 好像義父 要永遠執政下去 我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我覺得 國民黨必須要振作起來 國民黨要團結起來 國民黨要發揮 集體的力 你還是有三十幾個立委 還是有十幾個縣市長 怎麼沒有力量呢 怎麼會沒有力量呢 對不對你還是可以做很有力的在野黨啊 你在野黨你就是制衡民進黨嘛 因為 其實 趙大哥你算是 一本活歷史啦 因為畢竟 你經歷過以前 應該是說三代了吧 一個政治談的可以進入過三代看到現在 而且你 中間沒有間斷嘛 你做媒體人也是在做政治 媒體關心政治 對 政治議題嘛 所以有很多 我看到很多政治人物 都不間斷的會去上你的節目 所以你也是非常了解 在這這麼多年啊 從一年輕到現在70歲 這麼多年你都很了解整個政壇 那我訪問你 你說 我訪問你 那民進黨做得那麼爛 為什麼他們今天可以整個過半 第一個 國民黨自己要檢討嘛 是 對不對 我也想講 今天還有 還有人過來講 民進黨這個叫你 冷 這樣你賣 國民黨是什麼 國民黨自己要檢討 是 就是表示 我不相信 老百姓看不出民進黨做的不好 怎麼會看不懂 你也看得懂啊 但是 你國民黨有沒有表現比他好嗎 你有沒有覺得說好我今天把民進黨搞下台 那我把這個民進黨把民進黨搞下台 我信不信你國民黨上台 國民黨自己要檢討的確是這樣 是 所以你國民黨我就講過你提出來的主張 你出來的政見能不能感動人 比如說年輕人 買不起房子 生不起孩子 那民進黨扯了半天 蔡英文說要蓋20萬戶 社會住宅 蓋了幾戶 到現在蓋幾戶 那問題是你國民黨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像也沒有 沒有看到了但是 是不是沒有辦法 當然有辦法嘛 新加坡去了多少趟 為什麼人家做的好你做不出來 你不做而已嘛 新加坡都很厲害 百分之八十都政府蓋的主屋嘛 對不對 很可能就是因為還是利益團體啊 阻擋你啊 所以你就 這也不敢那也不敢 怎麼會做不到呢 當然 你讓我做做看能不能做到 怎麼會做不到 你有沒有心來做很重要嘛 是 孫中山在革命的時候就靠了幾個號召 驅逐大陸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十七八歲的年輕人跟著去革命呢 拋頭顱撒熱血呢 都是年輕人呢 怎麼到今天說國民黨年輕人不喜歡 怎麼搞到這個地步 是 怎麼可能 對不對你提出來政見能不能 第一個你有沒有理想嘛 當你說我要把台灣建立成一個有正義的 一個公益的社會 對不對然後呢對年輕人本身來講 讓他買得起房子生得起孩子 讓他的這個 這個生活無憂無慮 他怎麼會不支持你 美國那個Sandes那個參議員 民主黨的 背著歸毀啊 年輕人最喜歡他了為什麼他的政見很簡單嘛 公立大學全部免學費 學生貸款 全部打折 對年輕人來講解年輕人的痛苦 這最實際嘛 那你要知道年輕人要什麼 怎麼來解決他的問題 台灣的民眾要什麼 怎麼解決他的問題 你一個 搞政治人就應該要懂 你不但是 但是你也 你也參與過我們 我們2018年 寒流起來 然後2020年總統選舉 在這四年我們現在22年嘛 這四年內 很多的立委很多的議員很多的市長 甚至總統候選人都有來到我的節目 無論是任何黨派 相信這一些同樣的這一些人 也有上過您的節目 但是他們嘴巴裡面 你也聽了他們講了很多 看來我要怎麼做啊 我要怎麼做啊 年輕人我要怎麼做啊 我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選完了 好像也 沒有這麼做啊 不管是藍的還是綠的 那你覺得這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大家承諾都很重要 就好像 趙大哥你現在在我節目 你也承諾了 其實你也承諾 如果你幹了總統 或是你當權的 你絕對會做 但是 怎麼做 如何做 我覺得這樣啦 一個 孔子說 聽其言觀其行嘛對不對 聽他講話不夠要看 那一個人的紀錄很重要嘛 對不對 我今天跟你講你去看我的紀錄嘛 我當了5年的台北市議員 趙大哥 你要記得喔 你要記得喔現在上我節目一連一起來 你要記得喔 我知道我知道 那個2018年最轟動的新聞就是 韓國瑜拉我這邊說他不選總統 然後他又選 對 我知道了喔 就是說因為現在什麼東西都有紀錄 是 就是你看我 5年市議員 在台北市做了什麼 你看我你的立委 在立法院做了什麼 當時的民調我都是第一名 立委都是第一名 我跟陳黑扁大概就是 兩個就換換去 我當環保署長當了一年半 將近兩年 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情 我一個人做事可能比別人10年做的都多 喔 你能力很重要嘛 對不對 我做什麼 不管在民營 你看我年輕我跟妳講我20幾歲我就是 美國很大公司亞洲區總經理 是 我先台灣做得很好 接著就整個亞洲交給我 不管在民間 在商業 在政府 在這個民意機構 看紀錄嘛 這不是吹牛的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因為我自己也是工程師訓練 實實在在實事求是喔不會好高無緣 該什麼事用什麼辦法做 就是這樣